不是啦 後面還有啦 世衛公民教育專輸 大家早安 然後我是臨時小學校的Tim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談談 我們想要在今年預計希望可以出一本書 然後我先講一下臨時小學校在做什麼 因為可能有人先不知道 臨時小學校就是希望可以把G0V社群的經驗跟精神 把它轉換成一種教學模式跟學習資源 所以我們透過可能辦線上跟實體的數位公民開放課程跟學校合作 或是辦專案浮化競賽以及失陪課程的方式 讓國高中以上的老師們有能力可以到教學現場去陪學生做專案 然後因為我們已經快要四五年了 那這幾年我們其實有跟很多不同學校合作 不同時間長度的課程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把這些課程 教案全部都可以整理出來 然後用書本的方式釋出 然後讓老師可以有更多可以參考的內容 所以另外一個是我們除了這些教案 我們也希望可以把歷年這些 就是參與專案浮化競賽或是臨時小學校的學生們 他們的學習歷程提供給更多的老師學生參考 知道說如果今天想做一個專案 我可以怎麼開始 那我最後會獲得什麼樣的回饋幫助我的生涯 這樣 然後也有很多老師的故事 我們希望可以放到書中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跟放班教育協會再合作去擬定 到底什麼是書位公民素養 然後我們在擬定完之後 因為我們各自著重的面向不同 所以我們就會針對自己在努力的 像臨時小學校現在在努力的是專案實作的部分 我們就會把它寫成書 然後一起出書 那這是我們目前第一版的目錄 然後會包含像是Julie V的介紹 然後Julie V的社群裡面發生的很多的故事 然後以及如果你要自己做專案 他會可以怎麼開始 以及老師你想帶學生做專案 教案可以提供給你參考這樣 然後因為我們已經開始在寫了 我們其實很多內容很需要大家的經驗來回饋 所以包含我們現在有整理出就是做專案的步驟 然後大概會對應到什麼樣的素養 然後以及這個是我們列了比較基本的 如果你今天要做專案書位工具有哪些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是我們覺得寫起來最困難 但是我覺得最有參考價值的就是 到底Julie V十幾年來我們有哪一些數位解方的策略 然後對應的案例有哪些 然後有沒有建議的數位工具提供給大家參考 然後這個是對坑主們都蠻有幫助的 你可以找到一些新的方法解決你要面向的議題 然後這是我們各階段的資源盤點 你在哪一個階段可以用什麼樣的Julie V資源 對那我們需要的就是如果你有做專案經驗 可以來回饋跟我們一起寫這些資料 那如果你是新坑主教育工作者或學生 你可以來看看我們現在寫的東西你到底看不看得懂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樣修正的更好 好然後今天我們會就是上午的時間會有一桌來討論 那歡迎可以加入謝謝 謝謝 謝謝